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4月15日星期四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TVB的劇集又再引起爭議 他們的其中一個王牌劇集叫做愛回家 在前晚那一集 被網民揭發 說他們在節目內容當中 是植入了一些有關國家安全的廣告內容 而且當中所說的對白 還令觀眾相當尷尬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到底植入式廣告的情節是怎樣的呢? 在前晚那集愛回家當中 飾演譚道德校長的陳榮俊 就和飾演他女兒Bonnie的林凱恩 在家裡的樹上寫大字 哈哈哈 這個情節本身也是很尷尬的 無厘頭寫什麼大字 學了王國興 這個陳榮俊 寫完之後舉起了個安字 安全的那個安 他就開始說話了 說國安 和家安 就必須雙負雙城 雖之有國才有家 要國安 家方能安 國安家安 然後就說國安 涉及到國土 政治 軍事等等的範疇 國家安全 還包括 經濟 文化 社會 科技 網絡 和生態的安全 國家安全 才是保障到大家的生活 其實這些對白 自從2003年 說要立23條開始 建制派就說了不少 沒有國哪有家 沒有國家哪有人民 說到這些 十幾二十年都這樣說了 現在就直接在電視台劇集的對白 然後扮她的女兒 Bonnie那個人就反問她 但是去到國家安全 這些高層次的東西 又關我們這些一般星斗市民什麼事 陳明俊就回答 我說的所有範疇 都跟生活息息相關 試想想如果沒有經濟安全 你們在銀行的錢 儲來去旅行的錢 就沒有保障了 哈哈哈 現在很多人都認為 放在銀行都沒有保障 如果不是 為什麼那些人會去申請離岸戶口 是不是 而且近年 走資情況很嚴重 就是去了外國的戶口 故此 愛回家這些 籍入式的對白 真的有多少 崩口仁記 崩口碗 然後他又說 食物安全沒有保障 就會病從口入 沒辦法上班上學 這個食物安全 其實就跟國家安全 是兩回事 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 強硬拉進去說 然後又說 生態不安全 就會受污染破壞 影響所有人的生活和健康 這些跟國家安全有什麼關係呢 然後他最後 打完搶 所以 先要國安 才能加安 然後 扮他的女兒 Bonnie那個就說 我知道 後日 是全民國家安全 教育日 到時 再和你 談國安 加安 這些對白 你是不是聽到 都起雞皮了 很尷尬 而且 這一段的內容 是長達兩分半鐘 難怪有些網民說 對於這些內容 感到相當不滿 這些就是屬於所謂的 硬銷手法 無厘頭地 壓兩分半鐘 這些直入式內容 然後這一段的情節 就跟上文下理 劇情發展是毫無關係的 你叫人怎樣去看才行 怎會接受得到 而且 TVB之前 大股東就說 似乎是跟年輕人 越走越遠 從TVB外回加這齣劇集的 直入式兩分半鐘 就已經見微知著了 你這個電視台的 政治立場 跟大部分年輕人 是完全相反的 南緣北設的 你叫他怎會願意 去看才行 反過來說 如果你說 ViuTV 他們那個 王牌節目 全民造星 在比賽期間 無厘頭 塞兩分半鐘 這些直入式廣告 你說 觀眾會對於 ViuTV有什麼反應 所以 他作為大股東 應該很清楚 這個是死傑 尤其是 TVB的新聞報 我已經批評過了 記協不再說了 就說人家背後有人在這裡叫他 批評 譴責 別人 哎呀 收檔啦 記協 這個不再說了 我們上次說了 好了 至於說TVB 他們現在請曾智偉 黃祖南 打算吸收一些新客 不用想 你只是看看 愛回家這裡 無厘頭 批評了兩分半鐘 就知道 沒得改革 現在根本上 TVB就比亞視 臨執之前 那幾年 是更加不堪 喂 亞視那時候 當然 他沒有拍劇集 臨執之前 就只是在這裡 重播劇集 他起碼 沒有一齣劇集 是批評這些內容 直入式洗腦 他最多 就在那些 所謂的時評節目 講他的親中的評論 TVB 就是走前了一步 直接在劇集裏 批評這些內容 這次就說 第一波 之後會不會陸續有來 很難說了 反正都開了個頭 一不離二 二不離三 可能會 是不是 而且 大部分香港市民 對於TVB 已經是一個 黑板印象 而這個印象 已經是 黑骨銘心 是改變不了的 大家已經對了TVB 是一個定位 這個台 是親中的台 它是一個 維穩的台 你現在做到這樣 還不是維穩 是不是 所以 你改變不了市民 在心目中的形象 你如何吸收到生客 當然 TVB 他們的目標市場 也不再局限於香港 因為他們說要做大灣區的台 你就嘗試去做 大灣區的廣告 你收得到嗎 TVB在大陸播放的頻道 到底那些廣告費是誰收的 你跟大陸拆掉了嗎 這些東西 所以你就做吧 沒所謂 做大灣台 好了 接著我們就去看看 TVB和ViuTV的廣告收入的 比拼是怎樣 這件事情 才是見真章 平時 口買口賠的 就叫做收視報告 只是說一個信字 ViuTV的193也說了 說你的收視報告 就是在幾百戶調查出來的 那究竟這幾百戶 是有多大的代表性呢 你就是要取信於廣告客戶 才行 所以到最後 其實廣告收入才是 真正量化到一個電視台的實力 以及受歡迎的程度 你平時在喊到自己說幾點都沒用 曾志偉就串 ViuTV收視只有三四點 好了 現在我們去看看到底那個廣告收入 比拼是怎樣 在去年來說 TVB 虧損就是2.5億 廣告收入是8.8100萬 這是很大的數字 但是按年下跌了5.4 ViuTV方面又怎樣 ViuTV去年是虧1.65億 廣告收入是2.7100萬 按年升幅是2.9 大家就會看到 此消彼獎 當然去年是一個很特別的年份 因為無費大流行 所以搞到其實在年初的時候 廣告收入都是大跌的 包括YouTube的網台都是一樣的 全世界都是一樣的 所以呢 這個因素 就不能夠作為一個抵賴 你說ViuTV方面其實都應該是這樣 因為去年年初真的擔心得很緊要 大家都記得啦 那些商店又提早關門又成 沒有人有消費意欲 好了 那麼 去年 TVB就是8.81億 ViuTV2.71億 如果你除了它算 其實 TVB的廣告收入 就是ViuTV的大概3.25倍 3.25倍 廣告收入 這個跟收市是不成比例的 TVB他們經常說出來的收市 經常超過20點 30點 這樣子 30點小一點 現在還有多過20點 都還站得穩 但是ViuTV就 曾智偉口中說他們3、4點 其實也是的 根據那個收市報告是 3、4點 那你20點 他就3、4點 其實就是5倍的 在說收市 但是廣告就是3點 而5倍 即是根本上廣告商已經開始 看著這份收市報告以外的其他數據 譬如說什麼呢 就是 究竟那個收費用戶的比拼又如何呢 我們看看 TVB就有個收費平台 叫做MyTV Super 那個要真金白銀拿錢出來 比月費的 那麼 那個平台收費用戶有910萬 好了 ViuTV也有個收費平台 即是所謂的黃Viu 這個只是俗稱而已 好了 那個收費用戶有530萬 升幅就是47% 賣TV Super的用戶升幅就是12% 所以 ViuTV在這個收費平台上 也是跑贏TVB的 那你的廣告收入也是跑贏 當然你說絕對數字來說 TVB仍然是贏ViuTV一條街 但是 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這個台 在1967年的時候就開台了 是一個超過半世紀的老品牌 已經是50多年的老店了 那ViuTV剛剛起步 只是很久 就已經追到這麼貼 所以 你是不能夠忽視這個電視台 那 TVB 接下來的趨勢 應該也是這樣的 而且 TVB的廣告收入 已經是跌了很多年了 到底今年能不能夠升 可能會升一點也不一定 因為去年跌得太厲害 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今年疫情開始很轉 疫苗 可能它會升一點也不奇怪 但是你升而已 ViuTV也會升 可能別人的升幅比你更加厲害 所以你長遠來算吧 ViuTV能不能夠跑贏得到 TVB在業績上 不是說沒有機會的 再加上一件事就是 大家還要看看 究竟網絡平台的流量是怎樣 不只是計算收視 現在的收視是很落效的東西 到底網絡上的點擊是怎樣 大家看到的 只是放上YouTube的影片去計算 ViuTV平均都是多過TVB 無論是音樂節目也好 其他節目也好 都是多的 尤其是ViuTV的題材多 又找潘兆聰去說鬼故 TVB就已經沒有這些東西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看看他的社交媒體的接觸率 TVB也有藝人 ViuTV也有藝人 ViuTV的MIRROR 別人捧了出來 那些藝人在Instagram上的Followers 全部都是超過10萬 姜濤、陳卓妍 一大堆 全部超過10萬 TVB也有做了很多年的藝人 我看過了 3、4萬而已 而且那些所謂reactions 叫做 那些反應 就是你按進去按個心心 是低很多的 所以根本上是沒得比較 因為TVB事實上就是老化 無論是他台前幕後的平均年齡也好 他觀眾層的平均年齡也好 或者是他們所使用的橋段也好 都是老化 上一次我在說TVB的時候 就說了一句說話 我說TVB現在剩下的觀眾群 多數都是長者 但是有一兩個長者留言說 不是呀 我也是長者 我都沒有看TVB 神區說錯話了 我就想解釋這句說話的邏輯 究竟是什麼 媽媽是女人 就不等於說所有女人都是媽媽 我說TVB現在剩下的觀眾 多數都是長者 就不是說多數長者 還有看TVB 先搞清楚這件事 多數長者都不看TVB 現在大家都知道TVB是怎麼回事 但是TVB剩下的觀眾當中 很多都是長者 這句說話要說得清楚一點 因為有些人聽不明白 這是基本邏輯的問題 我希望那些長者 就不要有hard feeling 我不是說所有長者都看TVB 多數都不看 希望他們理解我究竟在說什麼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